最後一下 那這就是我們今天做好的麥芽糖 今天是夾蘇打餅乾 很有咬勁 它就非常的香 这个麦子150克泡一个晚上 1200克的糯米 先把它泡水泡一碗 我们把浸泡好一碗的糯米洗干净之后 放进电锅里面蒸熟来 好已经煮好了 我们打开来 搅拌一下 然后给它降温 好我们先给它降温 然后我们先来准备小麦草 好这小麦草已经长得很高了 那我们要把它拿起来 然后拿来洗干净 然后你用切的或用果汁机打碎来都可以 好我们要来洗干净 好你看我们把它给用散开来 然后把不好的给它挑掉 好我们把这个洗好的小麦草拿进来 直接用果汁机打碎就不必切了 倒些水下去 我们降温差不多了 好这样到五六十度我们就可以把它倒下去 我们搅拌好了就放进去保温到 好我们给它Keep warm 六个小时 好我们差不多六个小时左右 我们来把它给 它已经发酵了 嗯好甜喔 它就发酵就是甜 我们把它拿出来 好我们用这个果粒豆浆的沙袋把它挤 好 我们把它分两次来挤 看挤出来挤得这么干 挤出来的这个渣我们可以当肥料 好我们已经挤到很干了 我们准备拿去锅里面煮 好非常干 好我们准备一个不沾锅 然后把它倒下去煮 因为锅子不够大 所以分次慢慢加 让它水分煮干 又蒸发一些 我们就再加一些 那这就是我们今天做好的这个麦芽糖 现在还比较水一点 等到冷掉之后它就会结成比较硬 然后你看我们这个已经放冷了很硬 因为我这次煮的比较干 所以我又拿去热水上面给它烫一下 所以它就比较软化了 那我们就可以把它给挖起来 我们今天是夹苏打饼干 它等它稍微再凉一点的时候 它会很有咬劲 它就非常的香 古早味 绵芽的那个麦芽的感觉 会很好吃 很好吃哦 希望您能支持OffTalk 轻松生活频道 赶紧订阅我们 并按下小铃铛及分享影片 谢谢您的观赏 谢谢您的观赏